自从此前马克龙宣布其刚法国燃油市之后,便点燃了法国民众心中对政府压抑已久的不满路火,深批黄备新人群的抗议活动迅速蔓延,甚至传染到法国之外。 据观察者网12月9日报道着,在法国黄备新抗议运动持续至第四周以来,与法国紧连的荷兰与比利时都已受到牵连,示威运动也在有声有色的逐步展开,甚至出现暴力抗议的倾向。 比如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,愤怒的人群多次向政府大楼,以及欧盟总部大楼发起冲击,呼吁该国首相米歇尔下台的声音也此起彼伏,警察部队动用了诸如崔勒瓦斯、辣椒水、高压水枪等试图去犯人群。 目前已有自败50多名抗议者遭到逮捕,至于另一国荷兰,虽然暴力抗议活动要少得多,但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在日益高涨,据荷兰媒体调查,又相当一部分人都对政府的政策感到泛怒,认为政治家政动用手中的权力使他们与选民的差距不断扩大。 诸如政府不再属于人民,它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服务,被言论,冲去荷兰街头。 可见,这场黄备心运动已经演变成普通民众对政府的抗议。 当然,黄备心抗议活动的中心仍在法国,据媒体爆料,已有多达1300多人因此被捕。 在活动中受到伤害的平民更是不计其数,法国作为欧洲革命的圣地。 现在几乎要引发又一场类似于革命的狂潮,甚至已有媒体渲染为法国之春。 法国总统马克龙,如今一焦头烂额,被要求辞职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。 现在整个法国已经变成一座愤怒的火山。 而且民众发生骚乱的理由,也已经源源超出了,对提高燃油税的抗议。 而马克龙当初之所以提出增加税收,与当今法国的困难处境息息相关。 比如,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,一再要求北约各国提高决费预算。 去年三月,特朗普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各国防长会议上,要求各国提高决费是GDP的2%。 再加上马克龙本来就是一个打刀破斧的改革家,国家预算费用节节攀升,便打起了增收燃油税的主义,燃油税的提升,只是抗议爆发的一条导火索,是压斯洛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此外,欧洲移民问题,也是引起民众对政府不满的一大因素,正是由于法国等北约国家常年在军事上追随美国,比如在伊拉克、尼比亚以及叙利亚,进行军事干预甚至展开战争,才导致产生数以百万计的难民。 而对于这些遭受凌乱的难民来说,复苏的欧洲才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天堂。 当然,欧洲也是分享受难民,涌入带来连加劳动力的红利。 这些难民的到来,研发了大量移民问题。 比如当今法国,北约黑人已经占据了很大比例,降占了法国人著名的社会福利,还引起失业率高涨不下,社会之外每况愈下。 法国人对该问题的不满情绪寓意高涨。 当然,法国的问题是整个欧洲问题的缩影,当前的黄备新问题,传染到欧洲其他国家,也只是个时间问题。 相信比利时,越荷兰只是底波被传染的国家,其他欧洲国家的抗议活动,有可能也正在酝料。 毕竟这些问题,本来就是整个欧洲所共有的问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